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提到一个地方的气候的时候 会说到哪两个要素呢? 哈哈 同学们都很聪明 就是气温和降水 那同学们来看看这幅图 同学们是不是发现气温和降水都在同一张图上? 这幅图叫什么呢? 就是气温曲线图和降水量柱状图啦 读这个图 我们就可以认识一个地区的气候特点 那要怎么来读呢? 读这个图 我们可以分析一地的冷热状况 知道最冷月和最热月的气温 读降水量柱状图 我们可以分析一地的干湿状况 综合这个地方的冷热和干湿状况 就能归纳出这个地点的气候特点啦 同学们都掌握了方法 是不是? 那就跟着花花老师来实践一下吧 来看看世界气候类型 这是世界气候类型的分布图 这些气候类型都各自有些什么特点呢? 我们先来看看热带的气候 热带气候主要有四个 分别是热带雨林气候 热带草原气候 热带季风气候 热带沙漠气候 我们逐个来分析吧 花花老师想去的新加坡是热带雨林气候 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新加坡吧 这是新加坡的气温曲线图和降水量柱状图 从途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来 新加坡一整年的气温都非常高 降水也很多 我们就可以总结出热带雨林气候的特征 全年高温多雨 热带雨林气候主要分布在亚马逊平原 刚果盆地河 东南亚的马来群岛 也就是赤道附近 南北纬十度之间 其自然景观为热带雨林 我们继续来看看热带草原的代表城市 巴马科 巴马科全年高温多雨 夏季的时候降水比较多 冬季较少 其特征是中年高温分干湿两季 热带草原气候分布在热带雨林气候的南北两侧 典型分布地区有 非洲中南部 巴西高原 其自然景观为热带草原 这是热带季风气候的梦买 大家可以试着自己分析一下 气温一整年都很高 降水也是夏季多 冬季少 夏季多的时候降水量超过600毫米 所以它的特征是中年高温分汗与两季 从途中是不是可以看到热带季风气候主要分布在中南半岛 印度半岛 其自然景观为热带季雨林 再来看看热带沙漠气候的阿斯旺 同学们看出什么来了吗 是不是发现都很热 也不下什么雨 它的特征就是中年炎热干燥 撒哈拉沙漠地区 阿拉伯半岛 澳大利亚中部都是热带沙漠气候 分布在南北回归线经过的内陆地区和大陆西岸 其自然景观为热带荒漠 了解完热带的气候 我们再来看看亚热带的气候 我们先从亚热带季风和亚热带湿润气候说起 这是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上海的气温曲线图和降水量柱状图 气温是不是有了明显的起伏 但是最冷月的平均气温也在零摄氏度以上 降水夏季多 冬季少 亚热带季风气候的特征是四季分明 夏季高温多雨 典型地区由我国秦岭淮河县引南地区 而美国东南部 澳大利亚东南沿海 则是较为湿润的亚热带湿润气候 两者的自然景观均为亚热带长绿阔液林 再来看看地中海气候 地中海气候的罗马 夏季气温也比较高 冬季的时候气温比较低 降水恰好反过来 冬天的时候比较多 夏天的时候比较少 但总体来说 全年的降水还是比较少 相对干旱 它的特点是 夏季炎热干燥 冬季温和多雨 六大洲都有分布 但是地中海地区最典型 分布在南北纬30度到40度大陆西岸 自然景观为亚热带长绿阴液林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温带有什么气候吧 先来看看温带季风气候吧 温带季风气候的北京 和热带亚热带的气候相比 冬天的时候就比较冷了 都低于零摄氏度 夏季多雨 冬季少雨 其特征是夏季暖热多雨 冬季寒冷干燥 典型地区有我国秦岭淮河县以北 俄罗斯东南部 朝鲜半岛 总结一下 就是南北纬35度到55度 亚欧大陆东岸 其自然景观为 温带落叶阔叶林 温带季风气候的冬天那么冷 是不是所有温带的气候冬天的平均气温都会低于零摄氏度呢 我们来看看温带海洋性气候的伦敦就知道答案了 虽然是温带 但是最冷夜的平均气温也在零摄氏度以上 夏天的时候也不是很热 降水每个月都很平均 它的特征是 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 一年内降水均匀 西欧 澳大利亚南部 都是温带海洋性气候 主要分布在中尾地区的大陆西岸 其主要景观为温带落叶阔叶林 接下来看看温带大陆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的莫斯科 夏季的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冬天的时候就比较寒冷 而且全年的降水都很少 每个月都低于50毫米 它的特征是 冬冷下热 降水少且集中在夏季 分布在南北纬40度到60度大陆内部 比如亚欧大陆 北美洲 自然景观比较多样 有温带森林 温带森林草原 温带草原 温带半荒漠 温带荒漠 温带气候还包括 亚含带真叶林气候 亚含带真叶林气候的俄罗斯 雅库茨克冬季炎寒 夏季温暖 全年降水较少 虽然降水较少 但这里还是比较湿润的 主要是因为 其所处的纬度较高 气温较低 蒸发较弱 亚含带真叶林气候 主要分布在 北纬50度到65度之间的 亚欧大陆和北美大陆 其典型植被为真叶林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极地气候和高原山地气候吧 极地气候主要有 台原气候 冰原气候 台原气候的巴罗 是没有夏季的 冬季极长 只有时间很短 比较暖一点的暖季 所以它的特征是 长冬无夏 只有短暂的暖季 分布在 亚欧大陆和北美洲 北冰阳沿岸 虽然台原气候分布的地区 天气恶劣 但是植被还是有的 它的植被有 苔藓 第一 均或有一些 低矮耐寒的灌木丛 有些同学觉得 台原气候的天气 实在太恐怖了 其实 冰原气候的天气 更加恶劣 我过在南极的科考站 东方站就是冰原气候 那里中年严寒 降水稀少 因此 几乎没有植物可以生长 它分布在南极中 格雷兰岛和北极地区其他岛屿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高原山地气候吧 高原山地气候 它的气候特征 会随着高度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气温比同纬度其他地区偏低 从气候图中 我们可以总结出来 高原山地气候主要分布在 中低纬度地区的山地高原 典型分布区有 青藏高原 安地斯山脉 好了 这节课的知识点就是这么多了 同学们都掌握了吗 花花老师 要来考考你们了 在地球上 纬度30度至40度地区的大陆西岸 分布着一种特殊的气候 受这种气候的影响 许多树木的叶子都变小了 表面形成了蜡质层 以减少水分的蒸发 这种气候是 A 地中海气候 B 热带草原气候 C 亚热带季风气候 D 热带季风气候 还记得我们刚刚说过 分布在纬度30度至40度地区的 大陆西岸是什么气候吗 对 就是地中海气候啦 我们再来看看材料其他的关键词 树木的叶子变小 表面形成了蜡质层 以减少水分的蒸发 说明这个地区气候相对干旱 这不就是地中海气候的特征吗 综合起来看 这种气候就是地中海气候啦 所以正确答案为 A 最后 跟着花花老师一起复习一下本节课的内容吧 这节课我们从 热带气候 亚热带气候 温带气候 极地和高原山地气候 学习了世界主要气候类型 我们了解 热带的气候有 热带雨林气候 热带草原气候 热带季风气候 热带沙漠气候 亚热带的气候有 亚热带季风和亚热带湿润气候 地中海气候 温带气候有 温带季风气候 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 和亚韩带真叶林气候 最后 我们还学习了 极地气候和高原山地气候 其中 极地气候有 台原气候和冰原气候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了